接下來我們要介紹聲音的編輯 一種聲音是指在影片當中的聲音 我們來聽一下 這是在影片中的聲音 那一種是背景音樂 所以我們先來示範一下 先把它加進來 那也把背景音樂加進來 那背景音樂很長 那我們先把它剪短一點 這樣方便我們待會來操作 現在我們假設選擇這個地方 然後按一下右鍵 先選聲音 按一下右鍵 那這邊有幾種方式 一個是分割剪輯片段 那分割剪輯片段是指 跟影片一樣 按下去之後它會切兩段 那一種是剪到這個 你指示的地方 那個叫做 採剪至播放石頭 所以它就會採剪到播放石頭這邊 好 那大概就是這兩種方式 那我們先把後面這一段給刪掉 我們只留這樣子 那這個在播放的時候 如果是底下背景音樂 比上面影片聲音大的時候 它聲音會被蓋過去 所以一般我們會選擇一下上面這個影片 然後 它會有很多選項 那我們先來看底下聲音它的選項有哪些 我們先選底下這個 選底下這個的時候 你就可以發現其實聲音只有能夠調 就是這個音量的部分 那你也可以手動調整它的音量 你看它的波形它就有變比較小了 那如果你把它調大 就會比較高 那重置的話就會是百分之百 那降低其他剪輯片段的音量 通常我們是會在主影片這邊 然後選擇這個 音量 然後降低其他影片音量 點下去的時候 打勾的時候 它底下這個音量的部分就會被降低 有沒有看到它的波形 所以它聲音就會比較清楚 就是微微的背景聲音 那主要影片的聲音就會高一點 但是有時候高是還不夠高 所以我們通常會把聲音做調整 比如說旁邊這個 它的等化器 我們聲音強化 讓它的聲音比較高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把它用平面的 你看它底下的那個音軌是聲音的地方 我們點聲音強化 它就變比較高了 所以我們來聽一下 它的聲音就會變比較強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聲音還不夠強 當然你也可以來把主影片這邊的聲音調高 但是我們比較少這樣做 那再來就是說 它這兩個藍色之外 還有第三個這個是 速度的部分比較少調在聲音上面 通常是調影片的速度 比較少調聲音的速度 那再來就是音訊特效這地方 它有很多音訊可以調整 那我們調底下 我們先取消 我們利用底下這個來做示範會比較清楚 音效特訊 這是宇宙 這是宇宙 那這是什麼 它有很多 它可以做一些微調的聲音的變化 那這主要是我們聲音比較常用的一些基本的用法 它是我們有很多的音訊 我們在音訊 就是在音訊 現在的音訊 都是在音訊 但是在音訊 我們現在的音訊 就想騙了 也是我們在音訊 zipser